星岛总编辑 梁建峰 一一分析 民生民情 社会时事 国际大局 现场电话发表意见 650-808-8000 好 回到最后的总编辑时间 很多听众朋友在等着 首先我们听听邝先生的电话 邝先生你好 邝先生等了很久 第二位是余先生 余先生你好 两位好 你好 请讲 我认为是痛快的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 往日听香港议会的辩论 听到那些议员 声息巨利地拆职香港政府的官员 而香港政府的官员 或者确实是有些做得不好的地方 或者是小于民主派 那种议员的威势 总是好像那些新息补剑 新家公那样 总是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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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那两次答问大会 一数过去的那些不快 特首林郑月娥在答问大会的态度上 不悲不慌 语调从容不逼 有理有哲 充分掌握香港那些民主生 那些民生民情 引述那些数字随手掩域的精确度位 对一支声息巨利那些伺势而威的质问 四两拨千斤 而且语调精辟 广华词那些面部表情 眼神 都合如其分 那些香港派那些议员 那些议员 有时简直提起的问题 都答得 显得自讨没顺 令人感到痛快 就算是特首离开会议听的时候 那些议员那种例行的喊口号 都显得蒼白无力 没有以前的气势 今次香港那些议员 真是遇到一对手 我觉得 林郑月娥那些财问大会 我简直可以 跟三国演义的 朱角梁涉战群的精彩度比美 中国政府选这个林郑月娥 做香港特首 确实选对了 多谢余生的意见 这是香港议题 梁总 我没有看到 可以这么说 这个财问大会 不过林郑 几次公开见传媒 答了些问题 我都觉得她答得相当好 清晰硬正 理据好 立场也算是站得相当稳 比梁振英也好得多 如果梁振英 我给她65分 林郑应该有80分 接下来有一位听众 4103Heyward的朋友 跟梁总在短视频中分享 民主是需要土壤的 像台湾这样的社会 西方民主根植台湾的结果 就是民主变成了民水 走向极端 台湾在两长时代 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但自从民主选举 从李登辉时代以后 台湾的E20年被浪费 这是民主的代价 上期有一位听众说 中国没有尝试做过政党轮体 台湾就是政党轮体 政党轮体的结果 就是台湾社会退步 政治斗争将台湾边缘化 所以这个是以事论事最好的 梁总你怎样看这位听众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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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多党制 或者是两党制 好像美国那样 都算是多党但实际是两党 这样的模式 但它又能成功呢 这个成功不单止是综合国内的成功 经济成功 而人民的生活水平 所有能够享受到的生活 那种安全 那种富裕的条件 都在那里提升 那为什么能够做得出呢 这个中国的模式 必然是会受到很大的关注 和检验 也都客观来说 是证明了这个中国模式是行得通的 所以有一个中国崩溃论 因为说中国不是走西方的这种模式 所以必然会崩溃 必然会失败 那王毅今次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因为昨天记者会就说得相当霸气 他说中国崩溃论 在中国未崩溃之前自己已经崩溃了 这个讲了这么多十年 中国未崩溃到 这个论述已经崩溃了 所以很多人就逼着你去思考 有时候不是说我们逼着不行 你没有西方模式不行 你可以继续说不行 但是中国继续得下去 那就逼于你要去想 那为什么中国得呢 其实所有的政治制度 和它的文化 和它的历史 民族性都是相关的 所以不是说我们将有一套 叫做天放诸天下 皆准的标准放在那里 这种制度全世界都对 又不是的 又刻刻的证明 欧美这种政治体制 放在很多地方都不能走通 就好像殖民地时期 这些欧美列强国家 霸佔了所有地方做的殖民地 战后没有能力了 这些殖民地一一独立了 那独立之后 这些地方很多时候都是沿用 这些以前的殖民地 所谓主人国家那种制度 但是发觉没有哪个是行得好的 甚至现在印度被美国吹捧它 倍率出去 要和中国竞争 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因为它人口总量 第二天很快就会超过中国 对不对 但是文章印度行得通 制度是好像西方民主 但是实际政制是不能行得通的 你看到对整个社会来说 印度就是这个体制是绑死它自己 因为它不是 它就是文化里面 它自己的制度和西方的制度 是没有办法 像一个移植器官 长期要吃着那些抗排斥药都搞不定 因为印度现在就锁死了在那里 所以它很难和中国竞争 所以你说中国这个模式 会是再不断的 会被质疑 会被检业 但是我相信中国这个模式 将来也都会给很多国家 带来看法 好像今早上看了一个视频 没头没尾 但是很有趣 就是说在非洲国家的总统竞选里面 有某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 一路游行的时候 一路大叫 我是中国人 I am Chinese 不是We are I am Chinese 一群在那里叫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看那些文字 说明说 因为这个候选人 是以前的财政部长 他是支持开放更多中国投资 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面 所以可能因为他和中国关系密切 所以支持者用了这句口号 我是中国人 但是一个人在非洲游行的支持者 所以这个中国模式本身 我相信会影响力的威力很大 好 节目时间到这个节目尾声 不如再问梁总 上星期五 原本完成了我们这个晚会 让梁总总结一下 还有听众 前段时间我收到的听众 有短信说 什么时候还有活动再搞 也让梁总可以 提前卫声和大家重温说一说 好 上星期五 我们扮演了我们第一场中文电台 第一次扮演的元宵晚会 首先很感谢各位前来参与的听众朋友 和我们的读者 也很感谢参与演出的各位朋友 台前幕后 我们一共有200人来参与 我们整个制作 所以真的很感谢他们的演出 也都相当的精彩 我今晚也很荣幸 三文市市长 我们去参与一些 食物TEL的元参事 和我们领馆的副总领事 都趁着来参加出席 我们很感谢 玩得很开心 我也知道 星期五这个时间 对观众入场是有难度的 第一就是 星期五就是大塞车的时间 加上下雨 又下雨 又大塞车 加上下班的时间 我们的酒会就是六点钟开始 所以是很大的阻滞 可以这样说 但是观众的热情 我也很感谢大家 我们会再办的 我们会好好认真地去检讨一下 虽然今次很多朋友都觉得 我们认真得很好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 很多地方我们还可以 尽善尽美一点 所以我们希望明年 我们现在都着手了 我们明年会再办 今后我们 《星島中文殿堂》和《星島日报》 都会办更多的活动 我觉得有时在湾区 我们自己的生活 已经要了几十年了 觉得我们真的 少了些东西 少了些东西 少了些湾区人自己的活动 我们不需要很豪华 不一定每次都要很多天王巨星过来 但至少是我们湾区人自己的活动 自己的娱乐也好 自己讲讲时事也好 所以我们会办的 4月份我们就是台庆 《星島中文殿堂》 就开台22周年了 所以今年我们都在准备一些节目 会想有办一些听友会 会办一些讲座 有些在南湾的 如果在北湾 我们也会考虑安排 我也想和大家做一个对谈会 我刚刚今天开车回来的时候 想想不如我和大家做一个听友对谈会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 听听大家的意见 如果大家感兴趣 或者我们在三月尾 看看能不能办一场 如果大家想和梁总直接的对谈我 很欢迎 现在短信上来 我们收集这个意见 有机会我们就籌一下 要有观众才能开戴 不然我们坐在那里很闷 是的 我们籌备一下 4月份我们的台庆月 我相信大家会了解到 我们的台庆月推出的一系列活动 今天节目时间到尾声音良总 多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